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天使又指示我 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河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河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 倍感知灵的神 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诚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啊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俯伏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看了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 我是阿拉法 我是峨眉甲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犬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陈兴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 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 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树 和圣诚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书上的灾瘤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